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 我们在《城中木谷》里面 集中的学习 旧约圣经的诗篇 虽然有150篇 我们求主能够帮助我们 一篇一篇的能够学习 有些体会 我也愿意把自己新的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起交流 那么今天我们要学习 诗篇第九篇 我想给他一个题目 上帝公义的审判 我想先有圣经的 可以打开圣经诗篇第九篇 诗篇第九篇 我先读读第八节 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 按正直判断万民 大卫在这篇诗一开始的时候 就满怀激情地说 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 我要传扬你一切的作为 他不仅仅是用口 更加是用心来称谢主 不仅仅是用心 而且是一心 全心送扬主 我们知道唱赞美诗 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 是占很重要的地位的 我地方教会有个诗班 慢慢慢慢的成长 好了到后来 哪怕我这样的年龄 也加入了诗班 有的时候 到有些地方去奉献圣诗 无论是在诗下 或者是公众礼拜的时候 都是时常要唱诗 这是很快乐的 但问题就是说 能否荣耀上帝 造就别人感动自己 就要看我们是不是有口无心呢 还是像保罗所讲的口唱心河 你有没有看到过 有些人会唱也不唱 又看到有些人不会唱 也尽情地唱呢 我是都看到 大卫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榜样 他不但会唱 爱唱 而且是用心唱 一心地唱 全心赞美耶和华 只是大卫的目的呢 不是为了自己扬名 而是宣扬上帝的作为 此外呢 大卫不只是为上帝的祝福 而带来的平安 健康 富足 这些常人 时常称道的事情 而歌唱 他是宣扬上帝 一切的作为 一切的作为 他也包括那些变相的祝福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金安 凌辱 逼迫 困苦 为了这些 也称颂主 这家保罗在菲律比监狱 他还是歌唱 跟西来一起 以致地都震动 依人来讲 什么金安 凌辱 逼迫 困苦 这些不是常人所欢迎的事情 甚至没有一点使人快乐的地方 大卫跟历代 一切的信徒 从自己的经验当中去说 我要因你欢喜快乐 这个在原文是在你里面 我要在你里面欢喜快乐 这才是秘诀 不是出于自己 或者是靠自己 而是在上帝里面 靠着他来得胜一切 使得他有喜乐 第九篇第十四节 清楚告诉我们 虽然我们不很清楚 大卫写这篇诗的具体背景 但读完整篇的诗呢 就可以看出 他的危险的处境 很多的恶人 或明或暗的仇敌 用各种的手段 要陷害他 他也意识到自己是 困苦受去 穷乏遭受欺暗的一员 但他有坚强的信念 首先呢 他讲 唯有耶和华 坐着为王 直到永远 世界上一切的权势 兴塞更迭 人其实不过就是人 上帝才是最大的掌权者 上帝主宰一切 直到永远 人世间 有所谓失控的事情发生 但在上帝 永无可能 另外呢 这篇诗就讲 耶和华要给受欺压的人 做高台 在患难的时候 做高台 没有离弃寻求的人 他纪念受去的人 不忘记困苦人的哀求 上帝的存在就是 这些人的保障和安慰 希望和力量 再说 在今世 有的时候 恶人好像得势 法威 也没有现在 自己所觉得坑里面 或者被缠在自己暗示的网络当中 但上帝确实 已经为审判摆设了宝座 你读一读这四篇 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 按正直判断万民 世界上审判 不是终审法庭 不是最终的审判 历代以来 历代以来 由于人类无知 偏见 私利 诡诈 霸道 强权 和不义 造成了许多的冤屈和错误 在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 有的时候只是一个空话 大卫呼求说 耶和华 求你起来 不容恶人 不容人得胜 愿外邦人在你的面前受审判 有的时候 我们固然在今生就能看见 上帝赏善法额的作为 有的时候 有的忍耐等候他预定的日子 将来的审判 才会清楚了然 一切的隐情和人间暗箱 黑箱作业 所有的都要暴露 有这样信心的人 就可以把自己 包括自己一切的冤屈 人间的误会 别人的欺负 社会的歧视 都交托给主 心头呢 也不会有那么多的重担 疑虑 烦恼 和困惑 冬天过后 就是春日 黑暗 杜静 光明就会来临 喧嚣远去 就格外的静谧 我自己多少有点体会 感谢赞美主 大卫在这句子中 既有呼求祈祷 十三十九节 也有感恩 十三节的上和 宋战 第十一节 他在自己所经历过的事情上 在对上帝过去 现在和将来的作为 有更深切的一个认识 在他个人灵性的长进的基础上 他说 我要述说上帝一切的美的 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 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 我要歌颂你的名 这个不是象牙塔当中的一个产品 这是上帝的儿女 就像大卫是其中一个在世界上的奋斗 公义的主 在我百事末节当中 信心使我不动摇 使我忍耐地等候你的十日来到 阿们 因为上帝能够 使我们知道 唯有上帝是一个公义的审判者 我们中国还讲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但有时候在这个世界 看不到这一点 相反看到 恶人不招报 义人反而受苦 但我们就再记住下面一句 若说不报 死后未到 当上帝十日来到的时候 这位公义审判的主 一定会按照信使来审判 一切政治的人 他们的冤屈都会洗血 一切恶人 必定会暴露在上帝的审判台前 愿上帝给我们信心 盼望忍耐和爱心 也能够原谅宽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 愿上帝支撑给我 请不吝点赞 支持更多 转发